上次我們講到 司馬銀龍和滿錶經過葡萄屋 滿錶叫銀龍不要走過去 那麼晚 滿錶 又是帶銀龍回到那間整屋休息 銀龍怎麼都睡不著 就起身 將九宮山八卦大的山形、關崖、谷口等等的用紙來畫好 當畫到葡萄屋那間屋的時候 他們就停下筆來想 這間屋 怎麼這麼神秘 還要有九王和尚來鎮守 又有機關暗戰 看來很可能是怡靈王收藏秘密的地方都未定 說不定 百路返皇名單 以及偽造的龍頭玉璽 藏在葡萄棟都未定 如果能夠將裏面的謀反證據拿到手 稟布朝廷 再派大兵來徵召 那就可以名正言順 嗯 沒錯 黎山一次真是不容易 不如趁今晚這麼好月光 去探探探菩提洞也好啊 我就算一時拿不到物證 那摸清楚下裏面的情況 日後再來 就不用盲摸摸 於是 司馬銀我靜悄悄起身 押好了追魂奪命劍 咦聲下 推開門 就直奔蒲提屋了 到了之後 司馬銀我四周圍望下 見到靜英英的鬼影都沒有隻 他心想 不入虎月 就焰得虎子 於是 他喊到牆邊 發聲下 一躍躍躍到屋頂 又不見到有暗箭飛出來 又是來了一朝倒掛朱簾 兩隻勾著屋簾 頭就倒下來 通過窗門望一下裏面 見到嚇嚇嚇嚇什麼都看不到 咦 九皇和尚不在屋裏面念經 難道睡了覺去夢遊仙境 好啊好啊 既不可失是時不在內 那他立刻 就用短劍來叫開窗門 一個夜叉探海 發聲下就飛了進去 他借著月色 望下裏面 裏面掛著怡靈王寫的一幅字 這些字草果頭他不懂得看 又見到 有一道螺旋形的樓梯是直通地下的 那麼他就順著樓梯慢慢摸下去 摸到底層 見到地下有些反光 認真看看 哇 原來地下 是用金磚來鋪的 上面呢 就有座如來佛像 向岸等等拜神念經的夜一應俱全 司馬銀龍就心想 哇 又畫得這麼神秘 其實沒什麼 無非是九皇和尚 拜佛念經的地方 司馬銀龍再想向前走 誰知道一下不小心 就踢動了一塊用來跪拜的蒲團 即是跪墊 那塊跪墊就自動移開了 望下邊 是個黑媽媽的洞 原來真是有機關 真是有機關 司馬銀龍就想下去了 誰知道腳踩下去 只聽到 一瞬 一個金鐘營的大同網 就從上面招下來 將司馬銀龍招在裏面 司馬銀龍見不是 立刻拔出短劍 想說割爛那些同網 誰知道怎麼割都割不爛 就在這陣子 突然之間 燈火齊鳴 一個 瘦到好像猴子乾的和尚 說了句 阿里陀佛 來到司馬銀的面前 十幾個兇神惡殺的武士 圍著大同網站 在這裏 和尚望望銀龍之後 喝一聲 放起他 有個人 就在銅網上面 按了按 立刻 就有條牛仔城 在網頂那裏飛下來 折折折 圍著司馬銀龍 猛地在這裏 很快醉 就好像紮種地把司馬銀龍紮到實實 和尚健紮好之後 就叫人收起同網 然後他說 台區前山的剝皮堂 讓我九王一刀刀剝了他的皮 是 幾個大漢 將司馬銀龍夾起來 抬去剝皮堂 去到之後 留下了兩個人在這裏看守 其他人就回到蒲提棟 第二早 九王和尚就將蒲提棟有人誤中機關的事 講了給頭領姚亭玉知 姚亭玉就約了林嚴威一起來到剝皮堂 堂中就擺了三把膠椅 姚亭玉居中 林嚴威和九王和尚分兩邊坐下 椅的對面 是一條用銀杏來做的剝人柱 柱上面 釘有鐵環 十幾個武士站在兩邊 姚亭玉網網綁在地下的司馬銀龍 他心想 嗯 此人 一個人上山來夜 貪蒲提棟 都怕是來者不善啊 第一 如果不知山上底勢 不敢來 第二 如果不是武藝超群 亦斷猜不會來探險 看來一定是受人猜險的 於是他就說 全身都是 姚亭玉都算他夠道行 他叫先穿鎖骨 就算你硬好功夫都不能動 然後才叫鬆綁 那如果先鬆綁他就麻煩了 因為司馬銀龍 就跟文陽真人學過金鐘罩鐵布山的功夫 你一鬆綁他就可以運氣 那麼刀斬不入 箭射不穿 到其時 你再想穿鎖骨就難了 姚亭玉見穿好鎖骨 他就說 你是甚麼人 姓甚麼名甚麼 住在哪裏 在哪裏來的 誰派你來探我蒲太洞 你們的賊人聽著 本少爺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司馬銀龍就是我 你們倚靠反王佔山結債 招兵買馬 屠謀叛逆羅織冤獄 殘害忠良 害國愛民罪大惡極 等天兵一度玉石驅憤 我勸你們放下屠刀 大罪立功 免做千古罪人 九皇和尚就生氣到青筋都燃了 他說 你叫我放下屠刀 我就騙騙要拿起屠刀來剝你的皮 拿刀來呀 那大家可能會說 喂 林嚴威在這裏呀 難道他不認得 嘿 不是呀 他早就認出了 因為他怎麼都想不到銀龍會追到他那麼絕 生氣到他一直出不了聲 現在聽到九皇和尚說要剝人呀 那他才說 黏著 呵呵呵 踏破鐵台無密處 得來處 不費工夫 呵呵呵 或影桃刑捉不到 今天你自己送上門 司馬銀龍 你看看我是誰 哼 我還以為是誰 原來是貝信棄義貪圖富貴 害人害己投靠反王的老賊 銀龍 嗯 何必要惡與商人呀 害鳳一把火 你笑得我家破人望 我問你 我個五役女林采平 現在去哪裏 不知道 是你的同黨救走了他的 你又怎會不知道呀 呵 司馬銀龍 俗語說 君子不計救仇 當初 我是興信段大鵬和恩德成 才住成大錯 現在他們兩個人都死了 我亦家破人望 我真是不忍心 看著你年紀輕輕 就去王泉問老 只要你說出 是受哪個指使的 林采平 現在是哪裏 那我可以為你求情勉 你一死放你下山 怎樣呀 呵呵 不用貓哭老鼠假慈悲 你已經臭名昭著 還好意思來講說話 林嚴威生了 他們狗王和尚和姚亭玉說 兩位大主 這個臭小子 跟我有血海深仇的 你將他交給我處置 我要追問那個女兒的下落 如果他不講的 我今天割他的耳朵 明天就挖他的眼睛 砍他雙手 鋸他雙腳 剩下個冬瓜 丟他下山 威朗 我就算他的銅金剛鐵羅漢 我都要用他 才解我心頭之恨 姚亭玉就說 這樣呀 好啦 就交給林彪掌處置 不過 要是 胡心志好呀 於是 林嚴威叫武士將銀龍押回自己的山仔 打入土爐 司馬銀龍在土爐那裡想 啊 這一次肯定是死定了 不過大丈夫何據生死呢 只是國策未除家仇未報 誤了王府金鳳 又對不起林彩萍小姐 阿爺現在還不知道在不在人世 又落在林嚴威的手上 穿上那個琵琶骨 怎麼算怎麼算呢 都是怪自己太魯莽太魯莽了 自己死了好閒的 即是回不去回覆張大人 這樣才是大件事呀 司馬銀龍就是這樣想呀想 無意之中 他就摸到身上那塊腰牌 哎呀 立刻大嚇一驚 哎呀 呸呸呸呸 吳義父的腰牌還在我身上 現在已經是第三天了 如果我趕不回去還給他 他整家人的性命就被我害了 哎呀怎麼辦呢 身上的追魂奪命劍已經被他們繳了 那身稍微一移 鎖骨就已經痛了 想磨斷他嗎 哎呀那條是降屍城 又不是麻城 那麼容易嗎 司馬銀龍這次真是窮途沒落無計可思 他暗暗沉沉沉的在這裏說 救命呀 救命呀快點救命救命呀 哼 真是沒動 要叫救命呀 司馬銀龍聽到有人這樣說他 首先是嚇了驚 擔過頭望下 看到窗外面站了一個人 那個人是好熟面口的 司馬銀龍想了想 哎呀 認得了認得了 他不是滿天飛滿彪 他立即好高興地說 哎呀 滿 滿天呀 快點來 快點來放通啊 快點 快點呀 哼 我還以為你明鎮江南 頂天立地是個好漢 什麼事到臨頭我才知道 原來是個探生怕死的人 滿兄 我 我什麼呀 如果我被人捉住 我就算他斬我殺我 我都不會皺一下眉頭 好呀 死都要在這裏喊救命呀 呵呵 哎呀 滿兄 我叫救命 是叫救吳義府全家的命呀 什麼呀 救吳義府全家的命 是啊 司馬銀龍敢先將算命先生就是張大人 以及怎樣借了吳義府的腰牌 約好三日之後歸還等等的實情 一五一十說了給滿彪聽 滿彪聽了之後好為難地說 哎呀 這座土奴 已經被林彪長的派人圍住了 就算放了你你都出不了他 而且 連我都會連累了 司馬銀龍一想 覺得又是 自己又顧著救吳義府 就想不到這一層 對對對 不能夠老莽 於是他就問 那 依滿兄之見 怎麼做才是呢 呃 不如這樣 你呢 就立刻給個腰牌給我 讓我下山 去還給吳義府 其他的事了 等以後再商量 你先忍住一下 好嗎 那銀龍 就立刻遞了腰牌給滿彪 滿彪拿著腰牌就想走了 銀龍就叫著他 將自己畫好的那張山營地圖交給滿彪 他說 請你 還幫我將這份圖交給張林大人 只要義府得夠 張圖又交給張林大人 那我就無牽無掛 死而無憾 好了各位 我們講一下吳義府 他今天在品香樓 從中午一直等到日落西山 都不見到司馬銀龍來還一塊腰牌 急得他真的行又不是 坐又不是 一陣子就拍一張桌 一陣子就扔爛一隻杯 老闆以得他快點走啦 但是又不敢攀他 他拍一拍 老闆就怕一怕 他扔了一隻杯 老闆就心痛一次 後來老闆怎麼都忍不住了 笑口齊齊地對他說 請問大爺有什麼吩咐 哈哈 即便說 我問你 那天跟孫明先生 抱打不停的那個年輕人 你有沒有見到 見到見到 見到 在哪裏 快點叫他出來 我 我那天見到 今天沒見到 蛤 你瘋我是不是 快點和我去找 去 蛤 找 找呀叫我去哪裏找呀 嘿 那 那你就爛開 不要來吵著我呀 吳義府當然是急啦 沒了一塊腰牌 就等於全家人沒命的嘛 等下等下 日落西山 月上東昌啦 吳義府就由急轉為害怕呀 他臉色都變了 牙膠不停地在那裏震 想控制都控制不住 所謂 怕青怕青 越怕就越臉青呀 看著寡武火死仔無望呀 怎知 突然之間 滿彪來到了呀 他又吳聲吳聲 坐在吳義府的身邊 他說 義府 鳳林彪掌之命 來叫你回債回覆呀 阿彪哥 不是你呀 你查清楚那個算命先生沒有呀 我一直都找不到他 我想他可能都是路過這裏的 這樣呀 那我們 一起回山寨 你如實敏捕就對了 哎呀門哥 我 什麼事呀 有事你就說吧 暗暗沉沉的嘛 我 我不見了腰牌呀 啊 哎呀 不怪得不怪得啦 呀 山寨上面現在逐了個奸細 九成是用你的腰牌上山的啦 如果是他撿到你的呀 那你一個人壞了 如果是你借給他的呀 那就大丹的啦 義府 那你要連累全家的啦 吳義府原先的已經夠害怕的啦 現在被滿彪這樣嚇 連腳都軟了 樸牌跪了落地 他說 滿表哥 你救我呀 不用跪不用跪呀 那那那那 照我看呢 一塊腰牌小時 不見了又好 借了給人又好 總之 你和我的家人 其實 就等於皇府控制的人智來的啦 我們怎麼都起不到飛腳的啦 那 我借一塊腰牌給你用著先啦 講完 滿彪在袋裡掏出一塊腰牌 吳義府接著一看 咦 那塊腰牌不是自己的啦 吳義府就立即面青變面紅 他說 表哥 什麼 什麼 什麼會在你那裡的 嘿嘿 滿彪真是會開玩笑 到這陣子 他才把司馬銀龍上山被捉的事 從頭到尾講了一次 吳義府聽了之後就好感動 他說 啊 司馬銀龍 真是講義氣 自己落難還記掛著我吳義府 那呢滿哥 我們現在就回去山仔 想辦法來救司馬銀龍 咦 不行呀 就是你和我真是沒有本事救得回他的 趁現在還不是好事 你幫他送這份東西 去重案張大人那裏 那他自然有辦法的 那 那你快點給我 滿彪就交了司馬銀龍的那份山寨報房圖給吳義府 吳義府就貼身收了 趕快就趕去張大人那裏 守門的士兵就不讓他入 他說有急事不入不行 那兩個人就吵起上危 拉利俠聽到人吵架 從裡面走出來他說 你是什麼人 有什麼事 對我說就行了 我會給你轉告的 不行不行 我有重要的事 要見大人 另一個人是不聽得不聽得的 勒利俠一手撿著他說 什麼信思羅伯批呀 張大人 是你亂見的嗎 吳義府生氣了 他反手一拳打過去 勒利俠就接著拳頭大笑 哈哈哈哈 做什麼呀 講打 我告訴你 那個打字呀 是我發明的 你這個傻佬 不問問我是誰 就動手呀 來人呀 扎起他 扎了扎了 扎死了我無所謂 撞下司馬銀龍死了都沒人知道 拉利俠就嚇了驚 他說 什麼話 你說什麼話 快點去救司馬銀龍 司馬銀龍 他在哪裡 出了什麼事呀 你快點講 快點講 扎著我怎麼講呀 不見到張林大人 我就不講了 勒利俠這一魂知道不是講玩笑 就立刻叫士兵送黨 自己就進去報告張大人 林彩平就立刻吩咐帶他進來 然後問 你是什麼人 為什麼事要見本官呀 在下 在九宮山八卦大人的吳義府 受門哥拆遣 帶來司馬銀龍的信件 講完 他在身上 扎出那張圖 又將司馬銀龍夜探蒲堤 和吳仲機關 現在壓在林彩掌討勞的事 說了一次 最後他說 門哥現在在茶樓等著我回去 告辭先 林彩平想說留他在吃飯 怎知道留不住 唯有就送他出門口 吳義府走了之後 林彩平就叫勒利俠 立刻招集眾位英雄來到書房議事 來齊了 林彩平攤開那份山寨報房圖 他說 司馬銀龍 代本官出去明查暗房 借了吳義府的腰牌 單身獨闖九宮山 連報房圖都畫了回來了 又因為夜探蒲堤洞 想拿到鐵證 怎知吳仲機關 現在關押在林彩威的寨內 危在旦夕 不知眾英雄有何良策 可以立刻救回司馬銀龍呢 勒利俠就說 司馬銀龍 是勇武俊 以致遇險 幸好有了這份圖 可以幫到我們的 大人 你不用擔心 等我李濟元去一趟 救到他回來 那就是了 尚昆玉 立刻說 李興 說得這麼簡單 九宮山出了時 角勞關藝 還有不嚴加防守的 你沒有腰牌 又怎能上得山 勒利俠就舉了拳頭 這個就是腰牌來 打上去 不嚴格 唉 來來來 你來看下這張圖 上山的這條正路 就唯有像銀龍那樣 過九曲河 穿吳宮谷 這裏 正是一夫黨官 雀仔都飛不入 何況 何況 還要經過五六處關藝 另一條路 就是用船 過九曲河 去山的南邊 然後去船 降水 去到高峰山下 上岸 爬山 不過這條水路有成七里那麼長 有水寨七座 亦都不容易通過的 哎呀 照你這樣說 九曲河 簡直是鬼門關來啦 好啦各位 那究竟這幾位武林高手 又想什麼 怎樣才救到司馬銀龍呢 我們明天再說 行 哥